这个杀神 杀了一条神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国报呢 它就有四种国报 每一个追国都有四个国报 第一个叫做艺术国 艺术国是我们杀神的话 就是就有同样的 同样的相同的国报 比如说杀神就多地狱 然后偷倒下一次就成为贫穷的人 这样子同样相同的这种报应 相同的惩罚叫做艺术国 会多地狱这样子 然后等流国 等流国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次我做什么 下一次我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这一次去 这一辈子我杀神 那下一次我同样的 做同样的事情 我又去杀神 然后这样子我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最后躲地狱 还有一个叫做感受 感受的等流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如果去杀神 或者是大人这样子的话 那他的相同的报应是什么呢 我下意识 我就是一个不健身 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人 那生下来的时候 先天就换上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病 一辈子都不健康生病 或者是很小的时候就 很小几个月 或者胎儿的时候就死掉 那这些感受叫做等流国的感受 等流国 然后呢也还有第三个叫做 增上 增上的增 增上国 增上国是环金 比如说杀神的人 他下一次 这个投身到一个什么样的环金 环金特别恶劣 环金特别恶劣 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生命 生命没有安全 没有包张 就投身到这样子的这个环金当中 或者是偷倒的人 下一次就会投身到 部长庄稼 干憨 沙摩 这样子的地带 就是会投身到这样子 主要是 环金 就变成这个非常恶劣的环金当中 但是这些环金 总的来说都是恶劣的 还是跟过去的沙盗阴亡有相应的 相同的这样子的这个国宝 最后一个叫做这个 叫做这个食用过 食用过是什么呢 我们做任何一个善和恶 如果比如说追国 如果我们当时不忏悔 即使不忏悔的话 那他就不间断的增长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这叫做食用过 心善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心善 就是心了善 做了善根 然后回向了 那他也就不间断的增长 不间断的增长 每一个善和恶 都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四个国 都是有的 我们下期见